心未動心意遠 這個長假 大家就跟著我琪琪 一起找一個美妙的地方去度假吧 寧靜而人的小鎮 就好像小時候在格林童話裡看過 現在走在這個路上 也算是完成了以前小時候的夢 臨街的商店上是公寓 可以提供住宿 不過價錢方面 有些貴,要兩千多 不過今晚我住的地方 就是湖畔的欣德拉根酒店 老實說 我覺得現在眼前的景象 更像花園 而不是酒店的大堂 有我喜歡的泉水和花朵 還有從玻璃天棒上直射進來的陽光 不知今晚過熱的地方又會是怎樣的呢 攝影師 尤其是 有用給我的 眼鏡 我的口罩 你會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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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樣的 你會想像 你會想像 我一樣的 我真的想像 你會想像 還有你看那些椅子,很貴 我想在這裡紛紛萬舊 一定會很開心 牆上的銅板畫 令這裡更像我在小鎮上 一個臨時的家,很舒服 不過令我最高興的還是這個陽台 因為它可以看完整個小鎮 看到這片湖光山色 怎會沒有一個好心情 有時候會在想 以為自己來到真正的阿爾卑斯山下 那個印特拉筋 不如進去主人房看看 我今天就在這裡了 主人房的設施真的很齊備 臨浴桑拿一應俱全 不過最吸引我的 還是這張超級大的巨廠 放下行李 看看天色還算是早 我決定再去鎮上轉一轉 看看有甚麼意外驚喜也好 有音樂聲 看看 原來這裡是一個劇場 從外面到裡面 每一個布級,每一個水晶燈 它的細節都很自然地流露出歐陸風情 帶著一些帝政時代的奢華 我現在這個位置 就是整個劇院最大的一個包房 所以亦都是對著這個舞台 是最好的 還有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舞台的兩邊 是有兩個落地的玻璃窗 這個亦都是對於演出的演員來說 亦都是呈現這個最好的表演 給我們的一個方式 我發覺坐在這裡 就是有一種一統天下的感覺 很大氣 聽說是老闆坐開 不要怪我 今天的劇目叫做天禪 是一部講述茶葉歷史的多媒體 交響音話萬會 跟很多主題公園 冠用聲色光電一樣 天禪都是以華麗的服裝 和變幻迷來的背景取勝 天、水、山、地的構想非常大氣 多重表演空間的組合 令我真是眼睛不眨 看完表演 走出劇院才發現 其實天色已經有點暗了 夏松在每一線窗戶下鳴叫 晚上的小鎮會比日頭好似靜一點 就像浸泡在香水裡那樣 叫人忘記了今夕何夕 奇怪了 好像沒喝酒的 一會兒活得好像頭暈穩地似的 時間都不早了 還是回酒店了 含了一天都很累了 是時候睡覺了 晚安了 明天見了 拜拜 拜拜 一覺睡到中午的感覺 真的很舒服 不過很可惜 只有放假才能享受得到 想到這一層 我決定更好地享受這個難得的假期 睡醒一覺之後 我覺得最好就是浸泡肉 而且我覺得房間除了設計得漂亮 床夠大之外 這個肉缸我也很喜歡 因為它是圓的 一般的肉缸會長 我覺得圓形比較適合女生 浸泡肉真的很舒服 這部分也要關上我 陽台應該是除了大床之外 我在這個套房裡 留最長時間的地方 不過這樣也好 這樣人才不會發霉 我覺得睡醒一覺之後 出來看見這麼漂亮的湖景 還有這麼多歐式的建築 如果你說睡得不夠清醒的話 可能會覺得我來了哪裡 我覺得這種生活實在太好了 所以我準備了一筆同志 把現在的心情寫下來 讓她有空拿出來看看 有人按門鈴 不知道誰先 出去看看 你好 謝謝 經過一番的掙扎 我放棄躺在床上吃早餐的機會 還是決定在陽台享受我封城的早餐 好 謝謝 我今天早餐的早餐就是這些 我想一個美美的早晨 是一天最好的開始 所以坐在這個位置上 看到這麼近的湖水 和遠處的小鎮 感覺自己真的好像 童話故事當中的女主角 那心情自然就好很多了 我更加相信 享受每一天有多麼重要 好了 那明天 好 敬請繼續收看無比奇妙 和我奇奇一起去旅行吧 中文字幕後 你對演唱會 騙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